好,回到來拍我,春秋 我們之前Thomas都說,我們是沒有看大片的 即是沒有看新想畫那套怪獸,什麼鄧不利多什麼什麼的 是沒有看的,但是我們熱切期待的並不是這一套 是《彈字》 我們全體同仁都用身體向這個彈字投了一票 我們就開畫前決定了,無論如何一定要看這套 但是這一套買票是馬上《彈字》,我們是為了《彈字》來看的 其實應該說《彈字》這套戲很久都沒有試過這麼受主流重視 是啊,其實說真的,《彈字》除了古老家族知道它的配音之外 其餘那些真的不太敢看 之前是不是有一套《絕路狂套》那些我真的沒有看 但是那套反而大家都很讚重 我覺得他一人這麼多年來,又有欠錢,又有破產 又有瘋狂購物,理財失誤,然後去拍攝爛片 其實他由十年前開始就一直拍攝爛片到現在 但是依然都有人對他不離不棄的 甚至他的影響好像沒有少過,更多了 其實這是很不期望的一件事 就是這個世界上有些命運的東西就是這麼奇怪的 當《彈字》大量去拍攝爛片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還很坎坎,就是說這個人是神經病的 喜歡買恐龍蛋 買恐龍頭骨 那件事他親自訪問說出來的 他自己解話說 其實就是有人拍賣一個來自蒙古的恐龍發射 他投標,他就投中了 誰知道還沒拿貨之前 就已經蒙古政府通知他 他說這件事是非法運過來的 我們要收回 他當然要給他 但是他說拍賣行是沒有賠錢給他的 這個真的很好笑 澄清了這件事 因為大家都以為他是窮衰戰艦慘 要拍攝爛片還債 事實上他都澄清了說 其實我的財務狀況已經比以前好很多 我再沒有… 其實就不是那麼刁頭難辣 但是竟然… 其實很神奇地 竟然阿彈志吸了一批另類粉絲 那還為阿彈志開了一個影展 在美國那邊 是啊 連他自己都很意外 他自己就解釋說 我已經拍夠主流的電影 我應該抽身 我不想再應付那些 爬紅地毯、訪問那些東西 我想拍一些不同的東西 於是他就把心去橫行 專選一些B片、C片去拍 還有那些多到無法想像的 他說自己就很享受的 其實也因為這樣 其實很多不能夠上去到一線的編導 或者一些未成名的那些人 都幾喜歡跟他合作的 其實就是… 如果請到彈志做那套戲 都幾好啊 他都… 是女敗女戰的 是不是 有些可能不是太成功的戲 他自己都說做得不好 有些他就… 就… 變成一些混音 就譬如說 這個《著陸狂套》 或者是之前那套《癖》 這樣 癖其實… 那個… 那個反應不差啊 但是香港好像沒得上 香港沒有上到 因為沒辦法啦 講了時候 那些人已經… 在某個渠道已經看到 你看到那個《著陸狂套》 我記得叫什麼 Mandy Mandy 劇中今次也有提過這套戲 Alice 你可以說一下 《彈志》今次的《生田》 你叫什麼 他叫做… 爽俊天才 是爽俊天才 英文太長了 就不說了 其實他原本的意思就是 生命不能承受的天才之重 台灣就叫做超吉任務 因為他們也叫做《尼古拉斯基治》 是…什麼 海吉的嘛 叫做 海吉的嘛 是… 其實話說 之前冷靜說 其實他不想接這套戲 他覺得自己演自己 是一件很無聊的事情 但是這個導演 寫了很長的信 和他解釋了之後 就打弄了他 他決定自己演自己 這個《虛寇》 即是他自己一個… 《尼古拉斯基治》 演自己 是一個虛寇的… 半虛寇的… 他自己來的 所以說 他在裡面設定 就說 他以前是一個巨星 但是已經過了氣了 他好像差很多街數 和家人關係不太好 正當他… 就是… 做困仇誠之際 經理人跟他說 現在有一個賺錢的機會 就是有一個有錢人想請你去一個海島陪他 那《尼古拉斯基治》 他就說 我不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很… 他覺得很無聊 但是就去到… 有點去到… 山窮水盡的地步 阿呂又不喜歡他 前妻又覺得他沒什麼用 周圍的人都… 恥笑他不太肯和他合作拍戲 他把心說 死就死了 我為了這100萬我就去 於是去了西班牙的島 跟一個… 跟一個奇奇怪怪的有錢人 就… 結識了他 要陪他 那一開始他都… 他不想認酬這個人 後來發覺 對方是一個超級影迷來的 甚至說想請他拍戲 我已經成為了劇本 我想請尼古拉斯基治演出 他都覺得這個人爽爽的 但是覺得這個人也挺有誠意 正當他陷入這個奇奇怪怪的局之制 他就會… 牽涉… 牽涉… 有一個… 和這個CIA之間的一些… 一些事情之中 捲入去了 那… 尼古拉斯基治他要… 勉強迫這樣授命 要幫CIA去做這個臥底 其實他很有趣地 他的故事好像很瘋 然後中間又會加一些… 剛才說的 什麼毒梟那些 很典型的美式那些… 那些什麼BC級片的套路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阿尼古拉斯基治一做這些 就好像很… 很翻身 好像很… 很match 到這個… 這個 tone 所以裡面… 戲裡面其實有很多… 原國… 我們就不是… 阿彈子的中心粉絲 我們相識的那位 藍光俠呢 他應該是看得非常興奮的 那… 因為他本身是彈子的粉絲 他說裡面呢 其實如果… 說真的 你對彈子有些… 皮毛的認識 其實你都會有… 都開心的 裡面你都會看到有一些… 他以前的… 就是會拿回以前的作品來… 來玩啊 或者來取笑啊 那樣的… 就是我看一下尼古拉斯基治 我很早已經看他 雖然不是最早 就是他還沒做影帝之前 拍了一堆文藝 或者是一些非主流的作品 都看過的 那… 後來他拍商業片 拍得很厲害的時間 我都斷了 沒有追他 但是他最出名 外國影迷 就將他三套… 三套電影 這個… 驚天動地 就是破天驚和奪面相紅 叫做… Holy Trinity 聖三一的 這三套一定… 這三套一定… 這三套一定走不掉的了 所以… 很多人都看了… 在彈子這套 《喪尽天才》裡面 是不停提及這幾套戲的 其實是… 不斷說的 但是… 到了近期 他因為拍太多冷片 就會好笑 大家只記得 他就是拍過古老家族的配音 因為他這套戲 應該是最見得人的套戲 但其實… 跳出蜘蛛宇宙也是的 他就配那個黑暗的蜘蛛盒 嗯… 是啊… 好笑在於 這套戲 很有共鳴的人 必然是一些 終生代的觀眾 來的 因為他們真的好像 看彈子長大 那樣 當然也有些年輕的觀眾 因為彈子不停去… 誰說呢 是累積出來的一些 累積出來的明星 都會繼續追他 所以… 很搞笑 你在這個虛實之間 就會去不停欣賞 不停欣賞彈子 其實他有些客串的人物 例如大家可能不知道 一開始他不是去跟那個導演聊天嗎 是的… 其實那個導演應該是彈子 在2013年的作品 Joe裡面的導演來的 是的 David Gordon Green 他近年就好像執導這個 Halloween 是的… 本來這個導演角色 就不是找他做的 好像本來安排 Quentin Tarantino做的 但是因為疫情關係 又換了人 所以呢 是他向Green這個導演 請求說 你可不可以延出 那就真的被他客串了 那一場其實都幾尷尬 其實都幾尷尬 當然是所謂尷尬 是特意做出來的效果 其實是幾好笑的 其實是 他在一個媒到 即是很媒 過氣明星 但是呢 他要下降 但是又… 他本來想下降 又不失 又不失 又硬的 但最後呢 其實出來 其實幾淒涼的 就是 拍到那種 巨星抹落 然後要下降 然後要下降 那個感覺 其實還有其他 除了 之前這個導演之外 還有其他 本來原定有其他人客串的 就好像說 有一場戲呢 本來是想找Nao Me Was去做的 但是因為疫情又換了人 就換了另一個 也是過氣的 那個就不提 那是不是最後出現那個 對 你看到他很搞的 對 但不說了 不說了 你進去看 那個其實 不出名 真的不知道他是誰 因為他的樣子變成這樣 大佬 那除了 《彈子》之外 這部電影另一個 重要的角色就是 Petro Pascal 演那個 《超級支持者》 他近年就因為做了 所以他做出來是七情上面的 《超級支持者》 近期是不是就是 迪士尼那部《萬特樂人》 尤其是他有一些 很瘋狂的行為 你是猜不到的 其實整部電影 只有他 他們兩個擁有 你看到 其餘那些真的是 配角 你也看到 其實這部電影 他應該不是什麼大製作 因為很簡單 怎麼說 你看到他們 除了海盜之外 你會發現海盜好像沒有什麼人 是嗎 是 所謂那些獨囂追逐大戰 其實也是 是靠剪接去砌出來的 也不是 靠剪接 靠音響 去 鼓起那部電影的氣氛 其實他不是真的拍到 你不要期待 那些驚天動地 整架飛機撞過來 千鈞萬馬 沒有這些東西 我上網找回一些資料 那一部電影呢 就拍了三千萬美金 應該是一部 C級荷里活片的一個製作成本 那他那間片廠都大的 Lions Gay 都是一些二線的荷里活的大片廠來的 其實就是 編劇就是2019年就寫了一個劇本 那接著就 就被Lions Gay 就買了一個劇本 然後就找了 尼古賴斯基茲來拍 那你一定要找他拍的 那因為這套戲 如果你不找他拍的話 其實套戲那個 那個吸引力 我猜起碼跌了 跌了半有多 因為他套戲 那些劇本 對白 其實很多都是由 KH這幾十年來拍的那些戲 所雜抽而成的 那所以你一定要找回他們 才有那個說服力在這裏 那還有他這套戲呢 就在匈牙利 和黑羅地亞拍的 不是西班牙拍的 那因為你在東歐地方 你的製作成本一定是便宜很多的 是 所以你看到他其實他都 你未必會看到他的漏洞 他都盡量撿得很細緻 譬如說 超級影迷帶他進去那個玻璃房 裡面全部都是他精心搜羅回來的 那些電影產品 譬如說 絕路狂奴的斧頭 這個彈字的豬片枯筍 這個驚天動地的兔子 或者是蝶面相紅的兩支金槍 我不知道他是借回來 他只是找一些類似的放進去 不過是他擠不到野性的心那件屁褲 那件屁褲被人買了嗎? 好像是被人買了所以擠不到 是 但是這些蝶面也挺瘋的 我真的覺得 那個豬片枯筍我真的很深印象 為什麼會有人出一些這樣的專業枯筍 你不覺得很恐怖嗎? 其實是 印了他的樣子 然後有空去摸摸 但是真的有人摸他 你看到 Pascal是去摸平那個枯筍的 那個是挺好笑的 其實他有一些出奇不異的事情 其實那些情節有時候 雖然後半段其實我覺得是跌了架的 但是他前半段是挺好笑的 就是有些氣弱的長大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在笑彈志自己 因為有一陣子傳說他很揮霍的 還有彈志有一年來香港 他來到香港 沒來直接去太原街買玩具 而且他真的用了幾十萬去買幾本超人漫畫 他裡面也有串的 就是說他花錢有時候都不太想 正如他看到那個立像 他說你用了多少錢 六千元 不如我用兩萬元給你買 不要了 你會覺得他裡面有氣弱彈志 喜歡購物狂的感覺 另外有一個特別的安排 就是安排彈志和年輕版的自己對戲 那裡的彈志真的去回他 年輕的時候有點癲癲的那種 那種狂況 中年後反而他就沒有了這種的 也不是的 因為我後來看完這套戲之後 我看回Mandy 我發覺他也有幾多地方 就是去Mandy致敬的 包括彈志開眼車的時候 一如見到年輕時的自己 其實那一段是模仿Mandy 就是他看到他死了老婆的那個場面 我沒有看Mandy 我也知道其實很多場面 是向他很多套戲致敬 或者對白上也是 比如說提及過很多 比如說你拍過那套 《街甯測試》 《鬥氣保鏢》 什麼什麼 《月滿普家人》 那些 就是有舊少少的戲來的 但是 他提醒其實這個編度 我真的膽子超級粉絲 那裡面呢 其實他有找到一個年輕的女演員 就是做他的女兒 其實本來是不是好像不是他做 還是怎樣 還是一直都是敲還是他做呢 我又不知道是不是 其實 那個女兒是第一次演戲的 那他就叫做Lily Shin Lily Shin 其實就是這個 《妖夜沉浪》的女主角的女兒 反而找到他的女兒 去做Niko Cage的女兒 還有他的演出是幾討好的 這個女兒是 因為他在那裡是虛構的 因為阿達恩寺其實他現實上 有三個子女 但他有一個嬰兒子 我不知道性別 他有兩個兒子的 他就沒有女兒的 那他故事就說 他跟那個女兒溝通上有問題 那個女兒就是嫌他老套 有過氣 不想和他 覺得他父親有點自私 而他父親一直想找方法 去跟那個女主角 但他自己是用錯方法的 那裡你會看到一個 阿彈志作為一個中年男人家 一個父親的尷尬 其實都挺好看的 還有又結合了一些事實 和虛構的合法 比如說這個前妻 是我拍這個火線有晴天度 認識回來的化妝師 不過那套戲沒有什麼人欣賞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彈志 其實他也娶過五個老婆 他娶過很多次 他娶過很多次 所以這個戲裡面 這個就會比較 叫做專一一點 沒有那麼多個 沒有那麼精彩燦爛 他曾經跟貓王的女兒 三個月就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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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所以他之後又再結婚 但是很快離婚 好像很奇怪 怪怪的 有時候 他要是有一段婚姻可以保持很久 要是很快就完結 對啊 還有他近期 好像鍾情於這些 是不是亞洲區的佳麗 是啊 他現在這個老婆是日本人 他之前上一任老婆就是韓國人 是啊 很複雜 其實很配合彈志的性格 哈哈 是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 其實這部戲就說 彈志演自己 即是他不用演 但也不是 因為我覺得 其實他給予人一種 就是說 我正在演這個彈志 是你們想像的彈志出來的 即是你們想去 可能是說 他不停在那裡 說完一些很瘋的東西 或者忽然間 大聲大叫 他真的做到給你看 但是很有趣 因為他裡面 透過另一個人把口 就提及了一個字眼出來 就是說 因為彈志曾經說過 我的演技是特意做出來 特意誇張的 我叫這種叫做什麼 Nofo Sham Shamalic 好像叫什麼 殺滿演技 我聽之為殺滿演技 我聽之為殺滿演技 戲裡面有人提及 他說 你以為斯基茲 現在正在用殺滿演技去演戲 我覺得 彈志是棄約自己 其實是 但是又 因為他這種演技 其實 一開始的人覺得很誇張 但後來的人現在又很受落 還有現在 我覺得彈志 他不是那種方法演技演員 他是那種 我隨心去摸索 那個角色是怎樣 即是他不會說 我為了他演的角色 我去減肥 或者增肥 或者去從事某個職業去了解他 當然他會 但他不會 好像方法演技演員這樣 投入 他反而是靠自己去摸 變成他這種演法的演員 其實是比較少了 我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喜歡那套德國片 加尼加尼博士的笑話 加尼加尼博士的笑話 我猜他喜歡的 其實是 我覺得他喜歡這些東西 其實是 他戲裡面都有提及 其實我覺得他戲裡面有一部分 我挺喜歡的 他會問他們兩個 其實好像聲聲相識一樣 相處久了之後 他就會問他 你喜歡三套戲 你會選哪三套戲 其實他不斷說 其實三套戲 每一個人在不同的階段 都會有不同的選擇 我覺得這個是挺有趣的 他提出這件事 有時候 人們經常問 你喜歡哪幾套戲 不知道的 每一個時期 我都有不喜歡那套戲的原因 那我覺得 你好像Annis說得對 其實這套是個導演 因為導演和編劇都是他 他是很熟悉 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 喜歡電影的人 也都是很熟悉 但是他以前演的那些什麼 如果不是你 是不會寫到這個劇本出來的 還有他的故事 他去到進展 其實並不是我們 就是你初心想著 一些很套路的東西 我覺得他最有趣的是 他把兩個主角 本來是一個叫做買賣關係 都算是一個 但是去到最後 因為他要掩飾他的行動 假冒 就說 我和你不如寫個劇本 誰知道這兩個人 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兩個都是喜歡電影的人 所以他們能夠去 量度一個非常逐步的劇本出來 但是亦都是他們兩個 一起合力寫出來的故事 亦都圓了一個影迷的電影夢 他真的跑去做導演 導演到最後的風格 是扮了90年代那種 大美國主義的攝影手法 我也是很妙的 雖然他有些 好像是CIA和毒梟之間的角力 其實那些是很次要的東西 整套最好看就是 阿彈爾和他那個 影迷的關係 是怎樣慢慢培養 類似一個聲聲相識的兄弟情 但是他並不像我們看的那些 就是典型以前那些什麼 The Rock或者Face Off 那類的東西 其實他混合了一些 就好像你說 我們眼中 我們覺得阿彈爾的那些 那些特有的氣質 要寫 就是有那種氣質 而出現了一些 很有趣的化學作用 還有這套戲 我覺得也是阿彈爾的自白書 就是說其實我一直都在 我一直都在做戲 你們一直都說我有梅 我從來都沒有放棄過 我這個行業 我都很專心 就是我很專心去做 要做我的事情 這個演員帶進來的 我覺得有一幕 是很講到這件事情 就是他要去進去 他的房間裡去 偷取別人的資料 但是又不小心 自己中了一招 中了一招之後他暈暈暈暈 他已經暈在地上 醒不回來 這個時候 CIA探員就叫了一聲 Action 他一直彈起來 這是一個演員的本能 聽到Action 立刻彈起來 我要做戲 這裡是有一點 我覺得是 向彈智致敬這件事 也是彈智他自己的 一個心聲 我不是你們想像中 這麼媚的 神經病 他都是說的 其實我演員都是一份工作 他裡面有說 為什麼其他工作 勤奮工作你們就會賺 我勤奮工作你們就會罵 他說我都是要找食家大佬 其實很明顯一件事 你不要看到一個演員是一份工作 很清高的 都要吃飯的 有時候他們為了吃飯 你都要拍一些很奇怪的 或者一些我們所說的爛片 不是有時候是我想拍 而是我真的 要交租 要生活 你都要做的 因為彈智他自己說過 之前他有些財務困難 其中一件事就是說 我要每個星期 我要預二十萬美金給我媽媽 我要確保他不會被人送去精神病院 因為大家都知道 美國的醫療制度 那些醫療費很貴的 就是隨便把你送去 可能社會制度的問題就是 你覺得你照顧不到你的親人 他就會把你的親人送走去 他不想別人這樣對待自己的親人 他就要確保自己一定要有收入 其實這套真的很好笑 就像Thomas所說的 這套製作成本的事級片 但是我們看就覺得 他並不是真的太粗糙 他不是真的太粗糙 而且我覺得他真的為彈智 量身製造的 而且他的道具貴 真的做到很精緻 這個是驚喜來的 還有還有一件事我欣賞的就是 雖然他把很多彈智 就是過往的經典電影的片 就塞進這套戲裡面 但是你發覺是 他是跟劇情是融合得非常之好的 就是他不會像黃晶那些 那些惡搞那些他自己的電影那樣 就是突然間爆了一段 是跟那個電影劇情 本身毫無關係的 情節出來的 就是他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就是我自己就不是很熟 彈智就是以前那些東西 所以其實我就不太懂得到 就是哪一句打哪一句 但是其實我自己也看得到 是 只不過就是剛剛戲院開了的關係 或者我看早場的關係 就是我看那些觀眾 似乎有一次又不是很 好像比較含蓄一些 這個是有少許影響的 是 我也是這樣覺得 因為我也是在早場 早場是真的坐不滿人的 那些觀眾我看到 老中青都有 但是他們笑得不算很大聲 不敢笑 我不知道是香港的文化還是什麼 是我自己的戲院裡 忍不住卡卡聲在那裡笑 我自己都嫌不自己笑得少 其實 我就會好些 因為我是夜場九點幾 那我入場的時候 就有一些外國人在那裡 但是我想說 笑得最大聲 並不是那些外國人 而是那些香港的女生 就是有幾位女士坐在我旁邊 就是她的笑 就是她看得很開心 就是我覺得有些地方很好笑 那她又笑 就是氣氛好像會開心些 就是我覺得放一點 那些人就 那這套其實我推薦的 其實這套是最初我一說 我看《蛋紙》 他們 就是有些朋友就說 看《蛋紙》 就是因為大家被《蛋紙》 近年的作品嚇到 他不是拍得難看 他是拍得偏風而已 是 他接了很多那些 BC級的恐怖片來拍 那他套套都做到結屍底的樣子 就是有些人見到的樣子 就不是很開胃 尤其是Mandy那些蛇蠻血的樣子 不知道你想怎樣 多了很多人願意去瞭解一下她 我也想問 其實Thomas 你看《蛋紙》有什麼感覺呢 就是你覺得其實Nickels 和Nickels 都是給了力去做那個神經病 就是會好看的 她的電影是兩小時長的 頭那半小時就說到 就是Nic的老婆 就是在電影裡面怎樣被邪教捉走了 以及被人監裂燒死 現在後半段就是講 Nic大報復的就是 那他拍攝的方法其實都頗偏風 就是他用了很多那些 就是整個畫面都很紅啊 很深色啊 很陰沉啊 就是那些音樂就是疑痕痕那樣 好像開行Hi-Fi那樣的樣子 而且他的節奏很慢啊 就是你要挺得住 那套戲的氣氛 就是如果你去戲院看的話 其實那套戲給你那個 那個氛圍其實是很不安的 當然你在家裡看 你對著他細細一點的螢光 的人看氣氛是差很遠的 那麼去到後段 那就是Nic表演的時間 他那套戲是沒有什麼對白的 整套電影說他不停地在殺人,他樣子結屍底裏 做盡20分表情,就是那些這樣的演技 我相信不止一套都是這樣的,如果你看回他最近幾年的作品 有幾套都是恐怖片,包括他和原子溫合作 有一套叫做Prisoners of the Ghost Ground 接著有一套叫做Release Wonderland,也是恐怖片 去到他之後,有一套叫做屠夫道話,我相信也是恐怖片 應該是之前他接下接一大堆這些 一類的BC級那些又混混的片 所以就會有很多這些的作品 之前我記得有一套《香港無償》的,但是在那些串流平台應該可以找到的 不知道是甚麼爸爸媽媽,總之就是有一班小鎮 有一班小學生,然後有一班小學生 突然間他的父母瘋了線,要殺他們 然後Nicolas Cage是其中一個父母 其中一個父母,又是很配合他的 帖子底裏的演技,就要殺死他的子女 就是很瘋的情節,但不知為什麼呢 去到Nicolas Cage的手上,你會覺得 其實真的適合他演的,因為他也是個賜線腦來的 其實他給我們的感覺就是,他也是個賜線腦來的 所以這部電影就不會 真的好像我有些夫子之類的說 其實我不是賜線腦,我只是一個演員 因為沒有戲拍才弄成這樣 上年我們講過一套粗口研究,一個電視節目 只是說粗口的一些來源 他都出盡力去演他自己做主持的部分 其實那個很好看的 粗口研究,大家在Netflix看吧 可能那時候他沒什麼工作 然後他就接一下這些主持人來做 大家就笑得開心,我覺得可以嗎? OK啊,我很喜歡那個系列的 對他來說應該是挺輕鬆的工作 至少不用跳來跳去 但這個我推薦的,我覺得挺有趣的 雖然你說好像不夠瘋 其實他是有一件事,你以為很瘋 但其實他還沒完全很瘋的 說得通的 但這個是這套戲值得看的之處 他不是其他那些拍得比較粗疏的C級片 他真是有內容的,也有內涵的 演員也有發揮的 有幾個演員都不是那些無名無姓的 就是Pretro Pascal Tiffany Haddish 那些我覺得都很可觀 雖然他們有時候出場不是說出很多 至少我覺得散場的時候大家都笑得很開心 我覺得這陣子我們需要一些歡樂 就是看開心散場的時候大家都走得開心 我覺得不錯啊,這件事 至少不會說你的電影看完之後 為什麼這麼慢啊 這個,這件事挺好的 是啊,作為視聽之餘都合格有餘 滿足到大家的膽字迷的好奇心或者眼幅 還有還有一件事想問啊 你們有沒有看過柏林頓第二集啊? 我只看過第一集 Thomas有沒有看第二集啊? 沒有看第二集 因為我聽聞過 好像有人說都喜歡看第二集 這部電影不停在說說柏林頓第二集好看 我看過第一集,是好看的 第一集好看,但未有機會看第二集 其實他最後女兒要求跟我一起看柏林頓 就是看熊仔 我開始以為女兒想跟他看景天動地 因為他的影迷跟他說 我第三集喜歡的就是柏林頓第二集 一起看完之後 為什麼你會喜歡這種戲啊? 看完之後他感受到原來那個心靈的安慰 感動到流淚 其實會不會帶動大家想去看柏林頓第二集 是玩些什麼的呢? 都有可能的 會不會吸引一些人去追回一個古老家族第二集 古老家族其實我覺得他的話風比較趕客 我就不是很想看的 其實這個禮拜其實我覺得這套真是可取的 真是可以入場底的 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彈志 又支持一下戲院 畢竟他只有50%入座 真的很淒涼啊 硬性規定要別人 只有一半他都瘋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禮拜是可以選的 這套戲是可以選擇的 好呢 那我們先說到這裡吧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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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